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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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秀儀 今天是禮拜五 所以又到了我們的 吃貨時間啦 那今天呢也是在 板橋屋 然後這邊是一家韓國的料理店 那這個韓國的料理店 有什麼好吃的 是因為 小菜吃到飽 對 小菜可以吃到 吃到爽吃到 然後最好的就是 他分數都有 都有推 就是也沒有說他的東西很少 就是他的東西都非常非常的豐富 然後他的價格也是 很便宜 好 那我們因為最近都是吃這一家 所以我想要介紹給大家這一間 而且小菜很好吃喔 對對對 然後他的 那個醬料還有什麼 他的辣度也是很棒 好 那我們就進去拍給大家看囉 走 Let's go 這個是菜單 菜單 還有 這是第一面 第二面是這個 第二面是這個 第二面是這個料 超多選擇的 對 現在 來就講我們說你想吃鍋 嗯 你要吃石鍋蛋飯對不對 你先看一下你拿什麼 好的 對 對 找我們兩個吧 對 對 我們可以先去拿第一輪 小菜 我們可以先吃小菜 然後吃到飽這樣子 那我們就先吃小菜 待會就慢慢等主餐來囉 像是我們一個人 咦 像是我們吃幾盤小菜 跟大姐的時候吃了 十幾盤吧 所以 今天就不是挑戰大胃王 所以不用這樣子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就慢慢吃囉 好 那在這裡面 我們剛才有吃一點小菜 這裡面呢 土豆 是我最愛的 我大概每次來都會吃 三到四盤 其實熱量非常高 要小心 然後這裡面最好吃的豆干 是這個 是這樣子的形狀 很香 很好吃 然後微辣 然後它有一些小菜 其實還挺特別的 這是鳳梨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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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它醃製的很好吃 我超愛 還有小黃瓜 白的花椰菜 白的 然後它把它醃製過 也很好吃 小菜呢 小菜呢 剛剛剛剛有介紹到的 韓國料理裡面 一定會有的泡菜 然後我們都會把這個泡菜 加進去我們煮的那個湯 就等一下會來的那個湯裡面 然後就會很提味的好吃 但是燈汁也不錯 嗯 它真的是很濃的那一種 很好吃 不會太辣 好 好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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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還有 然後 小菜的話 這就是剛剛說的那個百葉豆腐 超大塊的 很好吃 還有 像這個也是泡菜醃的 豆芽菜 這個也很好吃 這個 蠻特別的 它有時候有 有時候沒有 地瓜 這叫什麼 日本是要大學育 好像就是 冰糖 地瓜吧 對對對 就是 小菜大概有十幾種選擇 超多的 很推薦 都不用錢 對 然後 好 那我們的主餐 來了 給大家看我們的主餐 是長什麼樣子吧 嗯 這是Yu講的主餐 白肉 泡菜豬肉鍋 對 然後待會豬肉就是我拿的 耶 這是一個泡菜豬肉鍋 然後它的鍋 湯可以一直夾 一直夾 泡菜不夠的話 用旁邊這個 剛才我們拿的泡菜 好 然後現在換我的鄉村乾拌麵 好 我的鄉村乾拌麵 就是因為是素的 所以它其實做得 還不錯 看起來還挺棒的啊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地方 逆光有點難拍啦 我希望可以 好好的 慢慢吃 開動 它好香 然後 其實很油 但是 好吃的 我很喜歡 我超喜歡的 我覺得 我很怕我這個 等一下就吃飽了 又講的東西我沒有辦法吃 嗯 好棒 湯頭的味道很好吃 而且最好的就是說 可以一直加湯跟加泡麵 嗯 再泡菜泡菜 嗯 所以不用怕說 湯 喝太少 嗯 可以一直喝一下 好啦 那 這樣子的話我們就慢慢吃 因為 沒有地方可以給我們放 攝影機 所以 搖斷嘛 好 那我們就慢慢吃囉 開動 待會跟大家說感謝 好 掰掰 好啦我們吃完囉 吃飽了 吃飽了 然後 因為它的量非常非常多 然後小生還可以一直都 一直吃 真的是吃到飽 我們現在兩個都好吃 嗯 對啊 然後它的調味 跟調色 因為都是紅色 所以 感覺很像韓國料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調色 調味也非常非常好吃 這樣子 對不對又講 對 然後我們大概 再短短一次 一個月還兩個月的時間內 我們來了五次 六次 三四次而已 五五六次嗎 老哥啊 老姊 我們自己 我們自己 第一次來 跟姊姊來兩三次吧 跟姊姊來兩 兩次來三次 然後跟哥哥來一起 對啊 吃了好多次 對啊 對啊 我給他十分 我也給他十分 真的是 超棒 對 小菜也很好吃 大家是可以來試試看 可是有一點偏油 所以 如果比較喜歡清淡的話 可能就要考慮一下 也是有 也是 你是說小菜嗎 還是說它的主菜 對 我覺得小菜是比較油的 對對對 小菜 偏油 但是 基本上它的主菜有 油也不油 都有 嗯 尤其是那個素食鍋 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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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清淡 好啦 那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再來這家吃吃看囉 對啊 好 再來如果喜歡我們這部影片 不妨在下面幫我們點個 讚 如果想持續 並且追蹤我們的影片的話 不妨在下面幫我們點個 訂閱喔 好 別忘了別忘了 在下面幫我們按一個鈴鐺 這樣在第一個時間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影片囉 耶 耶 好 那我們下一個禮拜的吃貨時間 再見囉 掰掰 掰掰